人生感悟解读生命的意义 秘密园丁 我居住的社区位于美国缅因州中部的一个小镇 加在一条货运铁路和贝诺布斯考特河之间 这里一直很贫困 大部分居民都在附近的茅房厂或剧木厂工作 疲劳和贫穷使人们没什么心情去美化家园 我们的社区从外观上看寡然无味 社区中一些房子已经摇摇欲坠 有些房子虽然整洁却也缺少修饰 显得拘谨古板 还有一些木屋 四周连调剂颜色的万寿局都没有 这和镇里其他社区的陵木葱龙 花团紧簇形成强烈反差 我决定为改变社区面貌做点什么 小镇美化社区的基金主要用到了镇中心 我曾经写申请书 请示拨一些钱给我们社区用来植树 但被拒绝了 于是我决定悄悄地完成一项 我认为非常重要的小工程 我走到社区的边缘也就是社区与公路交汇的地方 站在那里 环顾四周 眼前是一条铁路 铁路和公路之间是约八英尺宽的隔离带 上面满是碎石和垃圾 公路对面是一家水泥厂 水泥厂四周也是隔离带 没有一棵树 甚至连野花都没在那里安家 一天晚上 我顶着一轮满月 从自己家后院那一株枝繁叶帽的丁香旁边 出衍生的一颗丁香 我把丁香苗装在桶里 放到手推车上 带上铁锹 推着车走出了家门 我敏捷而又小心翼翼地把丁香苗 栽到铁路边的隔离带里 陪上土浇上水 然后回家睡觉去了 第二天一早 我就去欣赏自己的劳动成果 那株丁香注立在阳光下 风一吹 就轻轻地摇晃 当天晚上 我又挖起两棵丁香苗 栽到那片隔离带里 每隔七步栽一株 于是 那里就有了三株丁香 第二天下午 我去找邻居聊天 想看看他们是否发现了什么异常 我谈话时 故意给出一些暗示 比如 铁路看上去漂亮了一些之类的 但没人理会这些 我决定更加放心大胆的行动 晚上 我又带着三株植物出发了 这一次 我把它们栽到了水泥场旁边的隔离带 我在那里栽了一株玉簪 一株牵牛花 一颗樱桃树苗 依然没人议论 他们似乎都没有注意到我做的那些努力 以后的几天 我出差去了外地 当我一周后回来 走到社区门口时 我惊奇地发现铁路边上竟然有一长牌丁箱 至少有十几株 而水泥场的隔离带上又多了几层灌木 一小片天竹葵 俨然成了一个小花园 我满腹狐疑地往社区里面走 一路上看到好多房子外面都种上了花 有丁箱 莲桥 还有忍冬 一个邻居从窗内探出头来 向我打招呼 嗨 罗伯特 铁路看上去是不是好看了一些啊 我满面笑容地回答道 是啊 漂亮多了 物以善小而不为 通过这件事 我对此有了深刻的领悟 与朋友们共勉 感谢你们的陪伴